好 跟二十六歲的年輕人 聊聊天也不錯 想這個聽聽他們的想法 那曉峰 剛剛問曉峰說爸爸幾歲 爸爸收到的 應該現在差不多五十三歲左右 對不對 對 媽媽說才四十八歲而已 對不對 二十二歲就生你了 還有年輕 他還有個哥哥耶 二還二三 對 他有個哥哥耶 大微歲而已 OK 那你會想生小孩嗎 我會耶 我會想生小孩 會就趕快啊 趁母體健康 但我現在不想顧 不想顧小孩 對 大概想要幾歲才生小孩 三十二歲 三十二歲 然後要生幾個 我想要生兩個 我也想要生一男一女 昨天剛公布了 生三個也補助更多耶 可是 你貓都三隻了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好恐怖 好 那你那個健康真的要顧一下 不要一天只吃一餐 對 顧營養 這是真的很重要 好 那另外就是Tag Tag這個有三個帳戶 對 我應該是說 我是在三十四歲的時候買房子 買了第一間房子 然後我在疫情前的時候 又買了第二間 但我後來把第一間賣掉 現在有囤房稅喔 但我已經把第一間賣掉 因為那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真的是扛不住 真的是扛不住 那其實我的存錢的方式 主要是來自我有三個帳戶 我其實會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就是比如說我每一年 因為我都很多老客戶的支持 所以其實我每一年有多少的案子 大部分是固定的 這個是幾乎我每一個月 可以想像的到 我就是會有這樣的收入 所以我就會把這樣的費用 放在這一個固定收入的帳戶裡面 那這個固定帳戶 現在就拿來扣一些 比如說房貸 水電費 就是家裡不必要的 所有的開支 都是從那個帳戶裡面 去把它扣除 然後另外我還有一個帳戶 這個帳戶就是一個 bonus 的帳戶 也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今天來上 哇哇哇通告 這個其實因為我們的通告 都大部分是前一天 或前兩天才敲的嘛 這個就不在我的 schedule裡面 它就是一個額外的獎金 那這個我就會把它收起來 然後放在我的皮夾裡面 所以我的第二個帳戶 應該算是我的皮夾 哇哇給你多少 一起 我們都統一價 鄭大哥 我們都統一價 對 統一價 你不講我就講了 我跟你講 四位數啦 四位數 這樣 對 所以如果我這個禮拜 比如說我這個月上了幾集 兩三集的哇哇哇 我就會有多餘的 bonus 的獎金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皮夾裡面 那其實現在我的用錢習慣 說實話我不太用現金 因為用現金 我覺得出去就出去了 所以我現在也是會用信用卡 信用卡它有時候還會有回饋一趴 我就會把那個一趴拿來當作是 另類的一個存錢的模式 所以我會去 等一下看我的錢包你就知道 我錢包大概有 我大概有二十幾張卡片吧 信用卡 所以我就會針對 比如說我今天要去這個超商 雖然我覺得這樣 人生有點辛苦啦 對 就是我要到超商去 我就得記得我要刷這張卡 我今天要在某一個電商平台買東西 我就必須要刷這張卡 因為它回饋有六趴 我到這個百貨公司 我必須要刷這個百貨公司的聯名卡 因為它可以停車免費 因為它可以幹嘛幹嘛 就是每一次 你都要去想這些小細節 你有幾張信用卡 我只有一張耶 只有一張 這學著點 這叫信用卡管理 它很強耶 對 就是你會 你會去找這些小的地方去省錢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有一張是信用卡 是專門拿來做里程的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想要 準備想要出國去玩了 反正你花費一定會有嘛 吃東西幹嘛的 它是可以把你的花費刷卡 轉成里程 我那時候還刷到了一張 去杜拜的來回機票 你不要覺得好像很多 它其實大概就八萬里程 但是那時候是一塊就一點 那一塊就一里程 是 所以你刷八萬 其實你大概一年內 你就完成這個這個夢想 所以這個是我另類的一個 存錢的方式 那我第三個就是一個 極用的帳戶 這個極用的帳戶就是 我每個月有時候 我如果心血來潮 我想到 比如說我如果今天做了這場活動 有另外的錢 這個錢可能是老闆給的紅包 或者是就是可能廠商 覺得你表現不錯 多給你的 這個我不會放在我的皮夾裡面 我就會把它放在 那個極用的景極 那那個極用有用過嗎 很常用 這麼極啊 因為有時候你忽然買房子 因為你知道買房子 有時候是一股衝動 比如說我那時候買第二間房子 我進去出來不到三十分鐘 我媽還在尿尿出來 我說好 妳媽尿那麼久 我媽也沒尿那麼久 三十分鐘 進去之後出來 她就發現我已經訂了 訂了 已經簽了 然後我媽就說你有錢喔 然後我就說買房子是衝動 先買再說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再把它賣掉就好了 但是你就是當下 如果你不做這個決定 就沒了 那所以那個緊急的錢 一定是大錢喔 對 因為買房子一定大錢 因為這個緊急的錢 我從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有這個賬戶了 然後那時候我的第一筆的 第一個房子的頭期管 就是從那邊來的 所以其實那一筆的錢 其實還滿壯觀的 還滿壯觀的 現在都花了 現在都在家裡了 現在都在家裡了 七位數 那你聽說你今天想要 帶錢包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是只要是給那個小楓看 那再放在這裡 在我的口袋裡 就是其實我的錢包還滿古的 很大 對 我其實因為以前 你知道我也是滿明顯的 風水要用長假 對 因為錢不能折 對 而且我的錢一定是要排好的 很整齊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個習慣 我一定都是人頭要在 就是一定要整整這個錢 怎麼放這麼整齊 因為你要對錢好錢 才會喜歡你 真的耶 能折到的 對 對 然後我一定會 由小到大這樣子把它擺著 所以比如說我 因為今天還沒拿到通告費 等下通告費拿了 我就會再把它放進去 看到你這麼有錢 我們大概不會放 然後就是放一些 也是會放一些東西 但是我通常這個錢包 不太會去動它 反正就是有通告就放進來 有通告就放進來 然後可能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候 一打開 你就發現哇 好多錢 有錢耶 對 然後你可能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好好 犒賞一下自己 或者帶爸媽去吃點好吃的 你就會從這邊拿個兩千出來 然後其他的 再把它放到我的 第二個那個賬戶裡面 小鳳有學到什麼嗎 沒有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信用卡 其實我信用卡 這皮夾不可以不見耶 這還很麻煩 這只是一部分 因為你有二十幾帳 對 這只是一部分 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你怎麼不把你這些信用卡 都弄到手機裡面呢 不是比較方便嗎 因為有時候你帶著會有 你知道這種皮夾一打開的時候 有優越感 就是那種 對 就是一種KIMO 那哪一張會貴比較好 你也介紹一下 因為他每一張 通常信用卡都是這樣子 剛出來的時候回饋是最好的 所以你就是要趁他剛出來的時候 去辦這張卡 然後辦完之後 那可能一年後 他回饋就不OK了 就是在尋另外哪一張卡是好的 那你大概一個月會花多少錢 我一個月 包含房貸那些嗎 沒有 老實講 房貸不能算進去 就是說你的生活開銷 兩萬塊吧 兩萬塊 兩萬塊 因為其實我沒有什麼開銷 那你怎麼看 有人一個月花五萬六 五六萬 我如果把那個房租扣掉 他很緊 房租扣掉 貓扣掉 我也只花兩萬多 對啊 你有很專心上節目 對 有 扣掉 因為他們有養貓嘛 對 貓扣掉 而且Tag來台北都 養貓也都是開支 對啊 他來台北都住青年旅社 對 就是我也 我覺得這個是男生跟女生 最大的不同 男生其實只要有地方稅就好了 以前我在台北稅除 就是租房子 三千塊我也是一間房 也是一間房 只是說那間就是鬼屋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是鬼屋 一開始住的時候 其實是不知道 那有人跟你一起睡嗎 後來才知道有 就是逢整眠了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要搬離開的時候 那個鄰居才跟我說 還好你要搬走了 你都不知道這間房子 怎麼樣... 難怪三千塊 那好險你是男孩子 對 就是男生 我覺得住就沒有什麼關係 好 好 那麼這個智偉 他要養一個家 對 智偉的負擔不小 對 我也是月光族 我薪水一進來就全花光 那智偉的負擔是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來談 好 來 先休息一下